8号上海的那场特大暴雨我们都还记忆犹新 家定城市暗博小区车库被淹的情况也是备受关注 昨天的记者了解到被淹的85辆车当中大部分已经进入了理赔阶段 但是三辆没有购买车存险的机动车和数百辆驻动车该怎么处理呢 目前仍然在和物业卸商 记者来到城市暗博小区 不少居民仍在讨论10月8号的那场意外 业主何先生刚从保险公司回来 他4月份刚刚购买的别克轿车被水淹后 这次赔款拿到了23万多基本与车价持平 尽管多多少少有所损失 但是小区里大部分的车辆目前都已进入理赔阶段 不过有三辆车由于没有购买车损险 车主方正在与物业协商 希望物业能够承担赔偿责任 而处于相同困境的还有当天被淹的 480余辆非机动车 目前车主都将车辆停放在物业公司楼下 等待与物业方面协商出明确的赔偿方案 诉求已经交到总公司去了 他们也在慢慢的在协商当中 对于许多业主担心的今后的河道防汛问题 物业公司表示在车库等设施的修复工作 全部完成后他们将尽快与城建部门协商 找到小区开发商的原始图纸 对河道做进一步的防汛处理 记者吴海平报道